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高级三星钻石Anton 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利用正确的方式打造您的团队 首先,要吸引他人对我的关注 以及看到Yusana事业之前 我必须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以及定位 那就是,我是一名新时代女性 新时代女性有什么特征? 那就是,必须专注实现自我的价值 重心在事业以及家庭,活出自己,你最美 同时也可以获得同等的工作机会 进而培养出独立人格的思想 我都会注重在实现自我的价值 追求梦想、经济自己和到达经济以及思想独立 事业和家庭都可以兼顾 我也是个孩子的妈妈 我跟希望的孩子可以不拉低生活数字 孩子也可以活上无忧无力的生活 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可以活出自己的人生,你最美 明确了自己的岗位后,我知道我能帮助 以及更多女性变得跟我一样优秀 变得更加有自信 拥有自己的事业,也能展现世间 又能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的团队来自不同个性的女性 来自不同个区 当然性格也不一样 我都是以我的方式去感染他们 那什么是感染呢? 感染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 感染对方对我产生好感 经历良好的关系和增加他们对我的信任度 我会很主动跟他们做朋友 最主要的关键 我会主动去亲近他们 绝对不是为了任何的利益和回报的 我很真心的希望他看懂事业 和配合我能协助对方 改变他现在的问题 以及他的未来会变得更好 想要他们对我产生亲密的关系 绝对不是一次两次见面就可以做到的 我会花时间去认识每个伙伴 多了解他们的需求 多关心他们的情绪控制 可以充分了解他和他的家人的大小事情 对我来说 这一段爱 团队里有事业女性 有单亲妈妈 也有宝妈 也有专业女性 而我就是一个很好例子 我会通过我的故事 让他们了解当初的我 为什么会放弃一个经营8年的服装业 来到这里 我是一位经济独立的女性 拥有了我的事业 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我为什么会加入Yosana 而不是其他行业 我非常喜欢分享 也热爱帮助更多人了解Yosana产品的好处 它的好处我不会多说 因为产品会替我说话 最主要的是 这本事业可以让我们实现的很多梦想 以及未来无忧无力的生活 对于更多不同性格的伙伴交流当中 我也需要更多的耐心 多聆听对方的需求 我也常常扮演一个不同的角色 比如说 单亲妈妈的伙伴 我都会换位思考 因为我也是个孩子的妈妈 所以我理解妈妈是多么希望孩子过幸福 快乐以及无忧无力的那种欲望 我会花时间去陪伴伙伴的孩子 我们会一起沟通啊 一起玩 我也会常常就是越来越跟他们去做朋友 自然的伙伴也会感受到我的热情 关心以及发自真心 而不是因为想要到达任何的目的而亲近他们的 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被爱 我愿意花时间去陪伴伙伴的需求 跟伙伴建立关系 慢慢成为朋友 再成为家人 一起分担他们的喜悠哀乐 对创业女性的伙伴 我也必须扮演一个不一样的角色 打个比方 成熟稳重 这个时候我会和伙伴们分享我的创业生涯 为什么我当初会想要创业成为服装业女商人 而我又为了什么 因素而有了这个想改变的动机 加入了Yousana这份事业 而我在这 获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收获 例子 我相信在未来的服装业行业的趋势一定会一直往下拨 往下滑 而我却看懂了健康将会是众人所注重的一个板块 而在未来的趋势绝对是一个保健产品的行业 保健品将会是未来市场上不被淘汰的一项 选择Yousana事业 主要原因是 因为我只是跟世界排名第一品牌的保健产品合作 我常常会把我的故事分享给伙伴 我知道创业女性是非常有组建的 有自己的想法 而他们也会把我的分享当中去分析 当然我也会主动与他们建立共同的话题开始沟通 主动去以了解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需求 融入他们的生活里 先去了解他们的动机 再慢慢建立好关系 成为朋友 当你获得伙伴们的信任时 而也渐渐的让伙伴越来越相信自己 信赖你 只要让伙伴们清楚了解自己 喜欢我的个性 觉得我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 我们就会慢慢进入状态 一起聊梦想 聊未来 一起达到团队 一起设下目标 如何通过社交媒体 寻载朋友伙伴 潜在团队成员 刚刚的分享可以充分的说明 我是一个新时代女性 我的风格 我的打扮 我的个性 我的气质 都会展现在社交媒体 我本身都非常爱打扮 也不受婚姻的耶稣 我最喜欢就是到处寻找美食 到处旅行 当然我是一个对身体负责人的人 我也喜欢健身 但大家觉得 性伙伴最关键是什么呢 你会觉得最关键就是通过你日常的媒体的发布吗 当然不仅仅是这样 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价值和特点 先表露自己的生活状态 让对方对你产生了兴趣 喜欢你 了解你 这样就可以让他对你产生好感了 在开发陌生市场可以说是一种挑战 但他对我都是一种学问 我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去亲近他们 无可否认他对我肯定有更多的防备 因为我们都是从陌生市场开始 我们绝对不可以太过心急 不可以给他们过多的接触 可以主动与他们吃饭 主要是了解他的爱好究竟是什么 例子 爱美食的朋友会寻找特别的美食 然后邀请他和我一起去吃 通过见面聊天聆听的方式 开始对对方觉得我很好相处 并让他感受到满满的关心 关键 不能说自己有多厉害才开始 要保持良好的对话 要保持微笑 对于认同对方 点点头 还有正能量满满的 以及不发问任何敏感的问题 这样的对方感受到问题是不一样的 而对方会开始发问我很多问题 例子 看到你在优势月做得很好 我好羡慕哦 你的团队都是个个都是美女 好优秀 你们团队的氛围也被我吸引了 慢慢的对于对 给予对方信心 给他肯定 给他正能量一起开始 我就会回溯说我的故事啊 我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女生 我放弃的服装要来到这里 我整个人都改变了 我也变得更加有自信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在还没有优秀之前 也是不肯认同自己 当初的我也是一样 所以同理心很重要 让对方感觉到你 与他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同样站在对方位置给他信心 我们都是先改变 开始才有现在的我 所以呢 爱是必须让团队融入在一起 让他们感受到一家人的温软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启发他们 让他们认真看目标 快速成长 力力发展拥有的成绩 首先 作为领导的我们 我觉得我们必须先让每个伙伴 彼此相亲相爱 那就是先让伙伴们了解各自伙伴 给予伙伴们机会 让他们体验到团队给他们的肯定 先学习后开始沟通 一起加剧 是非常重要的 每位伙伴们都有歌有千秋 作为领导的必须给予伙伴最大的信心 引导他们发掘自己的能力 然后再给予他们机会登上荣耀的舞台 想要伙伴们启动事业 首先必须很清楚的知道 他是为了什么想要挑战 必须在对的时候问对的问题 让伙伴充分了解而开始思考 自己为什么在有上的事业发展 启发他的初衷 启发他加入目的的是为了什么 可以凝聚一起设下目标 那就是我们团队的力量 我们从不退缩 即便可以某某原因 不管在哪个行业做什么事 都需要有明确的目标 再来就是团队伙伴们的精神支柱 他在团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挑战的业绩的周期里 大家都不想被忽略的 所以伙伴们都会互相鼓励 扶持 互相激励 以及对对方打气 我看到更多是伙伴们 对自己那种自信 以及信赖团队 这就是我身为一位领导 我也必须以身作则 树立一个好榜样给我的伙伴们 每当伙伴们设下目标时 我都会与伙伴们一起设下目标 一起挑战 这就是领导必须的责任心 一档档 携手伙伴们把自己的蜕变 更优秀的自己 也许 也因为这个原因 我常常会听伙伴们说 领导都已经那么优秀了 也不曾停下脚步 都还在努力的拼事业 我们凭什么放弃呢 凭什么说我们不能 身为领导 我非常的欣慰 因为他们不让我死亡 他们都很爱我 我也感受团队的爱 我也很爱他们 我们也从不比较 点点滴滴 我也经常煮饭给他们吃 给他们大大的鼓励 以及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最令我感动的就是 团队力量 以及它的爆发力 在我拼搏世界的两年内 我在一共栽培了 20位黄金董事 4位红宝石董事 1位翡翠董事 也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我也为了自己 拿下了小小目标 那就是高级三星钻石董事 在这我想告诉大家 这是一份有爱的事业 让伙伴们感受到一边谈事业 一边关心 而是升华到亲情 就任何心都拥有彼此 让伙伴们感受到 有很大的安全感 每次伙伴们都是说 有M在大厅 有什么好怕 在这我们不是谈事业 是可以谈梦想 什么都可以聊 让伙伴们感受到幸福快乐 因为我们一起奋斗 这份事业是一辈子的 我们将会在一起一辈子 好好的陪伴每一个伙伴 也去了解他们 关系刚好 什么都会变好 谢谢 哇 哎衝 哎衝 star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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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